好我們來看到選戰了 現在呢新北市的侯友宜 還有準備磨刀厚厚的林佳龍 現在已經直接正式開戰 那麼要直球對決嗎 時事評論員維安就特別分析說 林佳龍不敢正視侯友宜 在新北施政的總體成績單 以及為此付出的努力辛勞 他就說他現在未來只剩下兩招 可以對付侯友宜了 像是什麼呢 問倒侯友宜 或是直接累死侯友宜 不斷不斷的突襲式的進攻 不過其實呢在藍營的部分 部分派系呢 大家看似都還蠻力挺侯友宜的 無論呢到底是不是他的人 都還是表態他是最強母雞 這個是在這個藍營部分派系 都挺侯友宜的這個部分 那麼目前呢 有多份的媒體的民調 侯友宜從上任新北市以來 不管是在政治人物的信任度 還是好感度或是看好度 其實都長期維持第一名的一個高評價 那麼另外呢 也有人說就是因為他誠懇看待中央的意見 也是力挺第一線的同仁 可是呢像是現在綠營也有在 紛紛的在拋出一些問題了 像是社會住宅沒有解決的方案 還有呢新北市非二等公民這件事情 以及林口五谷交流道 這到底是在誰任內的一個政績哦 那麼林佳龍就說這個新北設宅不及格 沒有用心的去爭取開發 那他說侯的說法呢是本位主義 心裡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 好退居第二當老二嗎 那麼他有說他在當這個交通部長的任內哦 他把高公局的地讓出來幫忙拓寬 五谷交流道不要船過水無痕 哎這話呢其實有弦外之音 那麼來看到的是侯友宜呢 在這個IG上面 他特別PO出了悼念安倍晉三的手寫字牌 但是之後被網友發現啦 你的台日友好的日 哎怎麼寫的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樣 日不應該是這樣寫嗎 這個橫的地方呢變成樹的 哎這是故意寫錯 還是真的不小心寫錯呢 侯友宜就說其實哦 他長年以來都是這樣子寫日啦 他說這個是他的個人特色 那就網友說不對啊 你之前寫的日本的日是正常的日啊 你怎麼會突然間寫成這樣 這個橫的樹的不分呢 也打臉他 而周虞寇呢也是立刻呢 拿出這張圖來嗆他說 是不學無數的大草包 不過其實政治人物的錯字事件 還蠻多的不只侯友宜哦 過去總統蔡英文 也曾經把點亮台灣四個字 全部都寫錯了 讓網友紛紛說 這幾個字都不難耶 小學生都不會寫錯的 大人們你們怎麼會錯字連篇呢 好我們繼續來看到的是 陳時中呢 在宣布參選台北市長之後 那麼競選團隊已經逐漸的成型了 今天再公布 是由立委高嘉瑜 還有何志偉林常祖人 擔任的是競選總部副主委兼分區總督導 不過競選團隊的名單一出爐 有網友就忍不住開酸 質疑高嘉瑜是來幫民眾黨的嗎 我們來看看高嘉瑜他如何接招 很多網友認為說內湖南港 宋山信義找我當總督導 認為說有意見 那我是覺得說如果陳時中市長候選人 或者是大家覺得在內湖南港 宋山信義這樣一個藍大於綠的選區 民進黨有更好的人選可以擔任督導 那我也是熱觀啟程 但我相信我跟阿中部長在音樂的喜好跟歌唱的技巧上 也都能夠搭配得天衣無縫 所以未來如果台北市有需要 我想我跟阿中部長可以一搭一唱 巡迴走唱 不管是在內湖南港或宋山信義 我們用歌聲來征服民眾的心 我想應該是一如反掌 什麼組織站現在才動 錯錯錯 早就動起來了 我們不管是各行各業 其實陸陸續續都在這個群組上面 組成了這個組織了 眼睜睜的看著一個柯市府 他會說謊然後又是狀況外 眼睜睜的看著我們的蔣萬安 他準備市長四年完全沒有看到他的改變 唯一看到的就是他的肌肉變多了 皺紋變少了 那我們認知是台北市的選民水準非常的高 會看你過去的所作所為 以及你對未來的願景 還有你的執行力 台北市長柯文哲在市議會備詢 那麼市議員江志明得到消息 台北市正在7月19號舉辦雙城論壇 這個決定是突襲台北市議會 要柯文哲給個答案 柯文哲表示雙方還沒宣布就是有變數 那麼江志明也特別提及說共機持續擾台 現在還舉辦雙城論壇 根本是出賣台灣 柯市長 你鐵的心要跟市議會對幹 你要突襲市議會嗎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你先回答是不是7月19號就是確定要舉辦雙城論壇 第一點啦 沒有啦 先回答7月19號是不是要舉辦雙城論壇 我來回答 雙城論壇是雙城不是單城 7月19號會不會舉行雙城論壇 所以這個哪裡是我們這邊決定要兩邊要商量 確定會舉辦嗎 你就只要回答是不是 我跟你講還沒舉辦之前誰確定他會舉辦 7月19號會不會舉辦還是還沒有確定 只要雙方沒有宣布就是變數就這樣 那你要等對方先宣布還是我們市政府先宣布 這個都要協商一定是同時宣布 現在是這樣啦 因為如果要辦也是視訊嘛 所以雙方要協商 在這個議會殿堂沒有人要聽你在那裡放屁 在那裡鬼扯啊 你為了要辦雙城論壇 今天本席問你7月19號是不是確定要舉辦 你也講得支支吾吾的 為了舉辦雙城論壇 你可以出賣台灣找藉口做掩護 中國的軍機到目前為止 他還持續不斷地在擾亂台灣西南方的領域 那些不是軍機難道是海鳥再飛嗎 市長 那議員如果他擾台為什麼不把他打下來 這是總統的職責還是我的職責 如果對岸這麼可惡 我們應該停止對大陸的經貿啊 為什麼在小英陣內經貿金額越來越高 這不是把台灣鎖進中國嗎 這不是賣台的行為嗎 我今天只跟你談雙城論壇 議員是不是議會權益的 我跟你談 你要不要遵守議會的權益 還是你就是要跟議會對干 江議員 我跟你談的是國家的大事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呢 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強好康喔